一副是你 舍离子是煮乏空香 不生不灭不高不尽不增不见 世故空中无色 无手相心事 无言而闭上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理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苦击灭道 不知你无达 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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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盲人恒处啊 不能开导他们 好 大家弥陀佛 我应该说 今天对加拿大 对我们都很殊胜 因为我们一起在这边 把佛陀的教法 特别是十善业界 来弘扬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首五界 我想大家一般都有 但是要守十善业界 就比较少 各位刚刚有念 生与异业 色念归真 修行绝对不离开 我们身体的行为 语言 跟当下的念头 能够色念 色就是保持正念 而回归真理 事实上十善业是佛陀的十善业 这上面写了 三世诸佛 敬业 因 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佛 都是因为修十善业而成佛 所以我们真实要发普利心 受菩萨界 一定要先守十善业界 有一句话叫 五界十善 是人天护照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能够守五界 就不会堕落三恶道 进一步能够守十善业 就能够升天 而且很大的福报 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 做过玉皇大帝 那他为什么做玉皇大帝啊 因为他们有三十几个好朋友啊 经常一起聚会 讨论如何做做好事 那每次佛陀那一次 做菩萨的时候 他就每次都提早到 就像各位做义工一样 然后就把大家的桌子 椅子啊都排好了 排好了 然后呢 等着三十二个人呢 那么一起来 大家来开会 那后来久了以后 大家都很尊敬他 就跟我们这一位菩萨说 干脆你做我们三十二个人的首领 好不好啊 做我们的会长 等等 但是那个时候 他就跟大众说 你们要我做会长可以啊 除非你们大家都守五戒 因为我们三十二个合起来 是要来做好事的嘛 如果你们大家都不要骗太太啊 不要杀身啊 不要骗人啊 那这样我们一起做好事 你要我做你们的领导 这样才可以 那他们都答应了 不但答应以后 那我们佛陀的做菩萨 还跟他们讲说 除了守五戒 大家也应该符合七个德行 那七个呢 念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慷慨不失 不动气 守着七个德行 所以全部人都很尊敬 当然那时候做菩萨 他做得最标准 也因为这样 他们后来叫三十三天 为什么中间就是佛陀的 其他这三十二个人各自 因为在涛利天有三十三天子 东南西北各八个 因为他们共同守五戒 修七德行 所以成就三十三天天地 享受三千六百万年的福报 所以当然了 特别各位今天又能够守十三夜 那佛陀说还可以升更高的天 而且我们特别今天又不是为自己 我们修十三夜 比如说不杀身 再把这个功德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成佛 那你以后得到佛陀的这种 寿命自在的功德 所以 当然你手不偷到 又能够回向给众生 成佛 以后你得到什么 这个很重要 来 金钱自在 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这就是佛法的 很好 特别 所以后面写的第二行 一路涅槃门 如果各位能够把五戒十善守好 最后一定正得解脱 乃至成佛 度脱群伦 还可以普度 超度 让众生解脱 所有众生 让所有众生都能够 一起大家亲自见到 阿弥陀佛好不好 为什么要见阿弥陀佛 你要问我 为什么要见阿弥陀佛 你也讲 花开见佛 物无身 生死自在了 物无身 这是生命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就是还有身 阿罗汉叫无身 无身就不会起心动念了 但是菩萨的无身法人 那不一样 菩萨的无身法人 是从哪里来了 你也讲来 众生忍 罚忍 无身法忍 这是最高的 八地菩萨 就叫震怒空性 你必须安忍众生 对你的伤害 诱惑 再来 还有安忍 这些自然的变化 生脑病死的痛苦 这个叫众生忍 法忍 这两个都能够了 还能够进入了解万法平等 叫无身法人 那如果能够清见弥陀尊 就一定能够震得无身法人 叫八地菩萨 然后又学习利益众生 不退转 然后呢 你将来从极乐世界 趁原再来 你就可以分身百千亿 如果修到十地菩萨 就像地藏菩萨 他可以分身百千亿 可以多伦多放一个 温哥华放一个 你可以copy个百千万亿个 而且十地菩萨成就了 你就有你的咒语 比如说你叫陈阿彪 也叫甕阿彪说好 就这个人就离苦了 因为这个说法 比如说文殊心咒 他就可以 文殊菩萨所有功德都在里面 观音心咒 观音菩萨的所有功德都在里面 所以当然我们修行 就要修到十地菩萨 广修功德以后 进入补促菩萨 所以当然在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一直在那边 累积到补促 什么叫补促 下回你就成佛了 就像弥陆菩萨 现在是补促菩萨 所以我们能够守十善业 就能够解脱 往生净土 成佛 所以非常重要 当然我今天在这边说 我也希望各位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带着他们修十善业 就像佛陆菩萨 就像佛陆那时做菩萨 带着三十二个人一起这样做 甚至各自回去也跟他们的太太说 哎呀你们也要做好事 所以很多那时候的女人 因为被佛陀影响的时候 做菩萨也没有什么归 大家做好事 帮助穷人 布施园林 等等等等 所以他们都一起升天 那其中有一位小姐最漂亮 但是呢 她不愿意参加这个功德 她虽然不是坏 后来她就堕落成为一只白鹿狮 各位知道白鹿狮吗 专门在吃虫的白鹿狮 那个时候异皇大帝 佛陀慈悲心 又从天上视线神通下来 跟这一只白鹿狮说 你看我们现在都在升天 像上面很快乐 你的女朋友 那些女性的朋友 也在天上做花园的园主 做城主 你还在人间做畜生 好可怜 那一只白鹿狮就掉眼泪 那时候异皇大帝就跟白鹿狮说 你只要发愿 从今天开始 不要吃活的鱼 守不杀生戒 将来能够守五戒 那你将来还是可以升天的 那这次白鹿狮就点头答应了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不吃活的 每天跑来跑去 就是在找那个死掉的吃 那个时候异皇大帝还不放心 隔一段时间 还视线成一只鱼 躺在河边 哇白鹿狮看到那个鱼 哇终于有躺在那边 那么肥 过去要吃 结果这只鱼就翘了一下尾巴 还活着 他就跑掉 不敢吃 那个时候鱼就变成异皇大帝 狮帝说 哎呀 你真的是 有善根 你将来 我在天上等你 后来他就成为善法堂圆尺的圆长 他就升天了 所以在经典说 我们做人也要度众生 你不要说那只鱼 它一定是吃小鱼的 你不要这样说 佛陀告诉我们看到动物 老虎啊 在吃啊 你都要跟他讲 来 归一三宝 发菩提心 脱离畜生道 同生净土 然后他就种下善根了 因为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地藏经跟我们说 就算一只动物 一个人车撞死 你帮他念三宝的名字 他听到了 他就可以脱离善恶道 那像各位你守五戒了 那你力量不一样 今天有人在路边流血不止 你就想发愈 我以不杀生的功德回向给你 他血会停止 因为这是慈戒的功德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 妈妈生病 小孩子发愈吃素 妈妈病就会好一点 这是真的 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这样吃素来的 后来我妈妈得癌症很严重 那我就学地藏王菩萨 发愈学地藏王菩萨 出家 妈妈病就好了 当然我出家不是因为我妈妈 是我早就很想出家 讲不出口 但是读了地上经坚定了 妈妈的生病让我更坚定 所以我们慈戒的功德 只要回向给法界众生 你走到哪里 这个功德都可以回向 所以看到别人没钱了 我以不偷盗的功德回向给你 所以为什么我们供养出家人有功德 因为出家人持戒 所以变成我们的福田 所以农历七月份世界各地都在供佛摘神 各位应该去参加 因为农历七月份我们也叫鬼月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那些还没有超度的 累劫累世父母祖先 都希望他儿女帮妈超度 所以他们叫开鬼门 并不是把鬼都打开 而是说农历七月份 你的子女